沒有聊四季,天天不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斷爭的死回眼地形 先來看一下大約11點方向的藍方玩家Hera 選擇的文明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特色是攻兵的速度 射擊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升級死會給100落100紅金的關係 這一身封建時代很快就會點下一擊射 但是由於這個帝國戰爭模式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 所以這個升級的效果跟節奏差異感 在帝國戰爭並不是那麼明顯 到城堡賽中後期,伊索比亞人後期的 彎刀勇士跟駱駝都有些不錯的加成 後期可以搭配強奴跟大槍兵 或者是駱駝、彎刀勇士作為主力部隊 都是比較適合伊索比亞人的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16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ACCM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強化教堂附近的19個 都可以獲得1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所以他的強化教堂一撐城堡吃掉 建議是蓋在這種地方 直接插這個位置 黃金、伐木、紅田都會吃到這個加成 喬治亞人他的特色是比較有意思的是 他的寶兵單位莫娜斯帕 每7隻莫娜斯帕或每7隻的騎士 都會獲得一點的額外傷害 結果手刷是由ACCM拿下的樣子 所以喬治亞人中後期還是要打寶兵 會比較適合 前期的部分可以考慮走公兵或是肉馬騎士 作為前期的輸出主力 中後期轉成莫娜斯帕會比較適合 那當然也可以打一個直層莫娜斯帕的策略 但是並不是那麼的厲害 因為節奏上來說 莫娜斯帕前期就算出了一些數量 也沒有辦法撼動對方的這個主力部隊 因為這個數量要多才會強 好那現在看到這個局面 HERA是轉攻兵開局 5隻攻兵 那對ACCM是3隻肉馬 兩邊準備要來升到城堡賽 這隻村民有機會拿下嗎 有辦法 但是肉馬可能要死兩隻 OKACCM最後村民還是拿下來了 好首殺 最後是拿到了兩個 那現在經濟上來說 還是以索比亞人這邊暫時領先 那ACCM這邊要贏過對手 大葵還是要升到城堡賽 強化教堂開下去之後 才有可能會逆轉 這個經濟的差異 好 HERA這邊點下來一龍一木 還有一集挖金 ACCM這裡也補下一集農田 好 石頭部分直接開挖 現在是要打一個上城堡 直衝莫娜斯塔的策略了 這邊看一下 後面過來 遇到毛兵直接對射 不管你的毛兵 你的毛兵數量少 我就直接射在你臉上 不用怕 往前走 直接射掉這隻槍兵 好工兵直接過來 想要控石頭 但是這個劍塔上還是有點高 沒有辦法卡在下面的位置 這一坨奴兵最後 損失掉了一些數量 現在要大約90隻的奴兵 好 轉出了 投石車 這邊要趕快把城堡蓋起來 好 決定把城堡蓋在家裡的位置 好 好 那以索比亞人的槍兵呢 會自動升級的關係 所以現在 重裝長槍兵 已經升級好了 好 這裡不然是要打莫娜斯塔 我們這邊就可以來看喔 擋直層打法的莫娜斯塔策略 是不是有這個威懾力在啊 好 那現在ACCN 是不是轉了莫娜斯塔 HERA 是不是轉了一些騎士 增加一下自己的機動性 欸 祝哥這裡有洞 尷尬 好 來不及招翔 把這個洞補起來 再把自己圍起來 沒問題 這女再次出來 想要招翔 應該沒問題 招得到 欸 我這個路徑也怪怪的 好 這邊3隻莫娜斯塔 過來攔截一下 莫娜斯塔 天聖傷害指 12點 但血量就有75個危險 血量算是非常少的一個騎兵單位了 兩隻騎士 直接嘗試過來奪取投石車 但沒有成功 上方的工程器 上方的建築物已經被拆掉了 莫娜斯塔 終於可以出門 好 適量來到7隻 可以看到這邊傷害值 欸 還沒有增加 7隻以上嗎 嘿 啊 剛好7隻是不能觸發這個效果 尷尬了 差1隻 欸還是其實有觸發到啊 確定 面表看起來是沒有觸發到的樣子 OK 現在3台拖石車繼續給壓力 現在後方的工兵數量來到了17隻 HERA這邊是3TC開農 轉工兵投射的路線 經濟非常的好 ACCN則是把強化教堂 補在這個位置 後面補了一個神聖中心 也是3TC開農 好 兩個強化教堂 開始補下 好 後面的莫娜斯塔 攔截了支援過來的工兵 好 這裡工兵想要進去 會開門嗎 欸結果沒有開到門 好 正面投石車繼續拆除外圍的建築物 現在正面有3隻生女在的關係 沒有辦法 很輕鬆的 可以拿下這個陣地喔 莫娜斯塔這邊的數量 至少要來到15隻左右的數量 才有可能拿下來 呃 現在這些莫娜斯塔的數量 頂多在前面稍微騷擾一下 算是不錯用 好 後面趕快拉過來 來 SZN 家裡投石車 造了一台 對丟 SZN的投車殘血了 好 後面拉了過來 好 復仇 殘血 AERA這裡 有點難打 這裡被投了一隻村民 好這波可能要包的喔 還有40秒左右的時間 就有品種 我品種就有95滴 呃待會衝鋒 就會比較 有點優勢 這波很關鍵 要是這波拿不下來 ACCN可能就要投了 經濟一直被限制住 人家一直在打門口 好這裡關掉 哇 還有這個投車 預判的很漂亮 OK品種好了 哇 這邊還要再點個二級馬鎧 直接把這個機體拉好拉慢 甚至不喜鑽村 也要點這個二級馬鎧 ACCN這邊 這邊 只要 有必須 能夠解掉對手的 這個能力才行 哇 這個直接用工兵射掉投石車了 這邊的工兵投車 衝的還是很不錯 後面的三隻 聖女往後走喔 我想像在打修道運的 莫娜斯帕 好 跟蹤技術也點下了 跑速 血量 防禦全部都有了 雖然沒有攻擊力 但是天生攻擊力 就已經12點了 而且每7隻 都會再增加1點傷害值 我來看一下 這一圖的莫娜斯帕的傷害 哇靠 19隻 這邊直接硬上 投車 躲掉第一發 聖女第一時間 找翔到了3隻莫娜斯帕 後面的敲兵 努力防守投車 後面砸掉一台投車 投車沒有復換成功 後面的工兵 繼續往後拉打 這邊 弩兵射擊速度非常快速 莫娜斯帕 趕快從後面追趕上來 好 這裡攻擊力開始加1點 13點的傷害 戳這些工兵 傷害是非常足夠的 工兵最後還是 倒在了 奇兵的槍下 這一波 雖然損失掉了 自己的所有的部隊 但至少 加里已經點下 帝王斯帕 工兵還有一坨 稍微可以做防守 有14隻 先看到自己有 非常大的軍事優勢 還是往前想要 蓋寶壓制對手 ERRA這邊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自己要趕快挖一根城堡出來 對蓋才行 OK有 有一根城堡直接買賣一波 投車砸了一發硬蓋 哇又砸了一下 這真的是會蓋到突破血流 ERRA這邊臭民術被收掉了很多次 但實際要把這根城堡蓋好 城堡也剛好 趕快去射擊後方的村民 但是這邊投車車先拿下比較賺 OK 兩邊對射一下 最後兩邊的村民死傷都是非常多 好這我們的距離 要考慮用 大藥桶 要去炸一下對方的城堡 你的距離蠻近的 這個木牆第一滴 好像是可以衝過去的 好木拉斯他的數量 已經來到了13隻 而且點下了一攻 攻擊力沒有要繼續提升 先點下了地龍的磁帶 好中間補下了一個強化教堂 後面補了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要按點衝車資源上有點吃緊了 托比亞人 三級射彈道學已經補下化學也是了 好17隻的工兵單位 現在 要出門了吧 他現在出門沒有槍兵的防守 還是很有可能會包掉 好現在赫拉經濟也不是那麼的好 剛剛交換之後 村民死有稍微有點下降 但是資源上來說還是赫拉的經濟領先喔 沒想到赫拉的經濟配置控的這麼好 反正是ACCM有強化教堂經濟幫助 還確是有點糟糕的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沒有點二級農田嗎 或是手推車或輪軸 應該是這個原因 感覺是輪軸的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OK 埃拉這邊村民樹算很落後 但有手推車的幫助下 進氣還是非常好 左邊拉斯帕 好手是這根城市中心 應該是問題不大 後面手現在暫時也沒有辦法出門 一出門可能會包叫 好這裡直接射掉羅車跟一隻村民 好裡面的13隻的強奴 繼續輸出這根城堡 後防 馬斯帕過來 撕了一些箭矢 哇 死了兩隻 最後這根城堡拿下了 強奴可以放出來 38隻的強奴開始給壓力 這個工程器製造手 要趕快拿巨頭來拆掉才行 要拿10% 這邊數量來到了21隻啊 攻擊力來到了加2點傷害 12加3 小架人 這邊是點下的鐵鎧甲 三級馬卡 鐵金補殺 一手比亞人 這邊選擇的是走步兵路線 槍兵配強奴 是一個很標準的一手比亞打馬策略 那當然也是可以出駱駝 但駱駝的話 黃金數量要非常多才行 如果要省一點黃金的話 轉槍兵還是比較快的 而且可以直接跳過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直接升級兵也不是問題 好 那現在ACCN的打法還是作為 莫娜斯帕 作為主軸主力 然後就去用數量去壓制對手 那現在莫娜斯帕的數量明顯不夠 這邊是想要先點一下金銳 好 金銳的莫娜斯帕 近戰防禦是5點喔 但是 弓箭的防禦力並沒有大幅提升 所以 遇到槍弩還是會有點害怕 好 金銳的莫娜斯帕 神級好了 遠防只有6點 近戰防禦8點 86點的 防禦力 也有人說 這是小型貴主鐵騎 這隻有點像 好 那現在槍兵過來防守 應該沒問題 槍的部分是在保護著巨型投射機 讓自己的工程進度可以順利進行 好 末拉斯帕這邊點下來二防 前期兩邊的打鬥並不是這麼的 有交戰的一個畫面在 而且末拉斯帕這個單位真的是一直送掉的話 很難成行 作為主戰力 好 後面補下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現在 HERA的經濟也來到了第2世代 也轉出了大量槍兵 大槍兵三級的步兵鎧甲也提升了 攻擊力只差一個三攻 哇靠 三攻也點了 點的速度很快啊 好但這波末拉斯帕可能要衝了 所有兩邊都想要有個衝鋒 但是ACCM想要做個包夾 好這邊先把自己的巨頭給包起來 兩邊的交戰開始了 好我們在後面 鏡頭能保護 槍兵把自己的槍部部隊給保護住 後面的槍部局射擊 風拉斯帕直接被HERA的大槍兵戳到 退伏成軍啊 後面的槍部的沙底輸出量也是非常誇張 你看看這一波沙底也來到了32隻 哇靠 風拉斯帕整個扛不住 畢竟他厲害一點 是近戰防護力比較高啊 遠防真的是跟一般的騎士沒什麼兩樣 甚至比游俠還要差一點 游俠至少還有7點遠防 印象中 3加4 那摩扎斯帕只有2加4而已 那現在Hera雖然是點下了三級的 攻擊力之後開始點下了攻兵台甲 後方的摩扎斯帕衝過來 這邊想要圍起來嗎?好像有點困難 好像可以圍 剛剛手速過快了應該是圍得起來 但現在圍不圍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快攻城給ACCM更大的壓力 欸這裡有洞 ACCM找到了這個可以站的洞 洞進來 開始吐一波 但ACCM正面開始壓力也變大 這張地圖的高地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多 在家裡的範圍內高地是沒有的 所以喬價的高地的傷害減免的效果 並不是這麼的容易獲得 這槍都在平地的情況下 喬價的人城堡可能就跟一般城堡一樣 沒有辦法耐扛處理 但還好修理費還是有折扣在 所以石頭消耗並不是這麼的兇 好ACCM開始把Hera雖然打到有點頭破血流 但是ACCM終究還是沒有 手推車 欸這個躲我一起來 欸 城門回起來了 這次終於把他包起來 好正面的部隊 槍兵有45隻 36隻的強武 曹智雅想要使用莫拉斯他直接突圍成功 應該是有點困難 來了 槍兵雖然很多 這裡有個獨城戰法 圍了一些石牆 想要直接拆掉巨型投資 直接硬拆 拆掉了一台 但是槍兵戳掉了大量的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完全沒有辦法 成功拿下 所有的部隊 還有巨型投資 欸如果這裡怎麼露了一個洞出來 莫拉斯帕從後面開始騷擾出來了 好但是大槍兵這裡也不管了 直接往前A 墓地是想要把巨頭給A掉 欸但是這個槍兵怎麼有一些走到別的地方去了 槍兵很努力的在防守 繼續進攻 槍兵最後是沒有辦法拿下巨型投資機 但是也是抽掉了非常多的莫拉斯帕 這一波的工程 看起來HERA還是有點有優勢的 槍兵的主力部隊並沒有上司太多 ACCM這邊要打贏這些強奴 除了記憶轉戰矛兵之外 還有重型投資車可以作為考慮的反制方法 雖然覺得這個情況還是要出點戰矛來擋比較好 槍兵跟強奴都可以用戰矛去做反制的 好現在家裡的狀況 莫拉斯帕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HERA的後面的問題一直被騷擾 其實有點難受 好莫拉斯帕又重新聚集起來了 24隻的數量 下降攻擊力來到了18點傷害 還沒有點下三攻攻擊力又非常高了 好來到22隻 攻擊力提升到了4加5 那如果有點下三攻的話 又是全滿攻擊力加成的情況 莫拉斯帕的傷害可以高達22點 所以現在有可能ACC想要再捅個一波 最後的交戰 三台巨頭努力反擊 反擊的目標是對方的城堡 而不是女神托斯帕 對阿這邊也補齊了第三台巨頭努力過來 正後方城堡 可能發到鎖不住 正前方的莫拉斯帕 頂就繞了槍兵過來 但槍兵直接進入到兩個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射程範圍內 城堡開始無情出出 好正面的莫拉斯帕開始對打 莫拉斯帕一致抬開 但是槍兵雖然開始後面的槍兵差也是太高 是莫拉斯帕直接被射穿了 槍兵直接捏了過去 後面的巨頭努力可能也要不保 這一波 槍兵可能要擋不住了 槍兵直接抽爆了大量的莫拉斯帕 在城堡中心底下的莫拉斯帕 也難討意死 四台巨頭 成功的被莫拉給奪取了 槍兵這一波應該是在此不能了 這跟城堡被拆掉也是時間到晚的事情 後面這坨強弩不倒 ACCM基本上是不太能夠防守得住的 哇 城堡 倒了 這坨強弩又來了 36隻的強弩壓力 ACCM這時候打出GG 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雖然HERA後期的聰明術並不是那麼多 但是用了強大的正面軍事能力 直接突破了大量莫拉斯帕 這一招 感覺還不錯 雖然聰明被躲了很多 但是被躲下來的人口 也可以補齊正面的軍力 所以讓對方的正面的軍力壓力更大 ACCM這邊做的比較尷尬是 自己沒有遠程部隊的關係 所以遇到這些強弩啊 或者是槍兵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去poke他 削減他們的血量 或是減少對方的數量 只有用自己的莫拉斯帕正面作戰的時候 才有可能去反擊回去 這次比較可惜的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食物跟木材贏了 黃金稍微速了一點點幾百而已 最後則是輸了大概七八百左右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來吧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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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